哦呦 我们下午去漂流 今天我们跟一帮朋友 到苏江燕的紫瓶库 水库旁边的一个火锅店 我们先吃火锅 下午的话我们找个地方 可以玩水啊 漂流啊 我们大家一起可以放松一天 哈喽 汉乖 汉是没有汉的 跟以前差不多 轻轻后面去刷个水 哈喽 大家好 我是Chris 那今天我们来到了 紫瓶库的这个水坝上面的 西江岳这家火锅店 特别的邀请了我们两个 非常好的朋友 李玉颖 哈喽 本来还有李玉的先生 大家现在身体不适 没有跟我们一起吃 汉汉的时候属于是 当时同一个迷你的车友会 然后慢慢的话就多次的深入接触以后 护肖是服装对吧 所以他们自己逛店就逛到最早的我们的那个服装店了 就这样子认识的 而且很巧李玉的先生跟我的发小是同学 我们实际上就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嘛 所以实际上圈子蛮小的 我们有一期拍了一次去意大利呢 就是在那个游艇上我跟你说上土下线呢 这里那是游艇吗 哈哈哈 哈哈哈 游艇 你这个也说得有点大台面了 哈哈哈 我们的游艇都不赖 哈哈哈 就是一个重庆的批法 哈哈哈 哈哈哈 这位同志我们在 哈哈哈 我们在佛罗伦萨遇到了一个小偷集团 整个钱包都被偷掉 第二天回到了罗马 这位同志就让我陪他去 去挂施他的护肚杖 梵蒂冈旁边的一个派出所 哈哈哈 去挂施的时候 一位秃头的意大利大叔 让他去填一个表格 我就要是贾老烈 我就给他说 你选哪个是在哪个的上面打叉 他正在选性别那一来 我一说他就愣着路了 我是在想是打叉还是打勾 就他影响我吗 结果人家那个警察就早上笑 他说你这个还要想一想吗 哈哈哈 让这下午我又想好 再次碰到刘峰 给你们说我们想咋够给你们打气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喝出钱了 嗯 一个是面对这个东西的 哪一天我喝好就吃好酒 另外一个就是我把他战胜了 以后我带孙儿的时候 我跟我们孙儿说你们也 以前要好牛 得了这么一个病我把他战胜了 全世界没几个人能经历这个事情 来我经历了 我也走过来了 赞胜他了 这个时候我相当于是一个家族的一个 有精神 就算我没有赞胜他 我们要把我每一天的感受 积极向上的心态 把它写出来留给我的后代这样子 原来真的就是人的情感的话是 真的就是赞胜自己的 就是青年不出几年的时候 你感受不到他 你发现了吗 你会失去这个的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他简直是 完 自己的心里最深处的东西 那天我们在咖啡店等你们的时候 你过来你先包了我 你上了个车说他过来 你正准我 他说你打不住 你打不住 你打不住 他觉得我过去包他 他就要崩溃这种 他说我一下子就受不了了 当时我问了他 我说你如果想找人庆祝 我说你想找哪里 他就马上跟我说 我过来想找人庆祝 因为他今天都没卖 就不开 没跟你说嘛 他肯定还在游第二天 对对对 你去干点电话 我们就游到咖啡店见面了 然后你看我们都没打吃 我们都吃不下 当天就等结果 哎呀当时在医院的时候 我刚好中 我都想那时候 今天给你拿不到报道 我走到那个中流院门口的时候 鬼心下就来了 看到结果我一下就高兴地跳起来了 那个还是最轻的一种 当时你们说的 其实他主要还是要看我们两个来抗电谱 我觉得还是你们肯定给我们精神吃 真的还是轻素还是有用 做这个检查的时候 当时这还是他的生子 我晚上跟他唱生日锅吹的时候 就会跟他一唱 他一下就不住了 一下就 真的是好条大 真的是一下就哭了 有这个可能性的是 我们两个 好了别花太后 我们两个站着火边的 他就出来对我窗上去 我今天早上起来看到窗户 我就想的是 我还没看到 看到这个阳光 我还没结构的嘛 我还不得我看到我 娶妻生死的 哎呀当时 我这些孩子真的就 真的就 就绑不住我 我刚才说 我妈真的是在这儿下雨 我又哭了 也哭不得好坏人 反正就觉得 真的好珍惜 珍惜彼此在期的时候 影品就觉得 要吵架讨厌 觉得 在这个时候我觉得 他就在放个屁性 我觉得都是下雨 咋咋 反正 这种处理是 你运的流风 我两口只有放过 就是感情真的还是好 就是好的 刚才的话就是 跟一帮朋友在聊起 缺席的那位朋友 两个月前体检的话 查出身体上 突然了一个重病 但是的话也很庆幸哈 发现的很及时 也遇到了 医术高超的医生 现在的话 病情已经比较稳定了 而且是朝好的方向发展 一度我们已经以为 我们将要失去这个朋友了 没有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 朋友对于或者友情对于 我们的一个重要性 但人这个东西就很奇怪 就当你拥有的时候 你不觉得 不觉得 但是当这个东西 你要失去的时候 突然就觉得 尤为珍贵 对对对对 弥足珍贵 就是这样的 通过一些这种 生死关头的一些事情的话 也能够促进朋友之间的感情 一个朋友出现了 生活中重大的困难 挫折或者是生死别的时候的话 身边的朋友给自己的鼓励 我们觉得好像就是微不足道 我还很无力 对 但是对方其实也感觉我们这种 对他们的那种力量 那种力量还对 蛮强大的 我们今天又还实际上 跟朋友很久没有见面了 对 趁着疫情 工作稍微可以割一下 对对对 就出来大家去一下 虽然很久没有见面了 但是还是有说不完的话 聊不完的家 对 就总觉得待在一起的时间是不够的 感觉就属于是很放松 对 随便说 就话题可以属于是天南地北 对 就完全属于是把自己的这种 平时工作中的压力给施放出 有一群这样的朋友的话 真的我们要珍惜 要珍惜 每个人都有三种情感 今天是其中的一个 三分之一的爱 知 友情 友情 有亲情 也有爱情 要珍惜这三种情感中的 任何一种 一定要珍惜 一定要珍惜 我对他们俩的友情是 我们可以就是做到 就完全的无话不说 就是有一种天然的信任吧 在我的印象中 酷笑是一个非常臭美 Chris呢就是非常爱美 而且会带动我们一起来 爱美的一个人 22年这一年 我们的感情得到了升华 因为在这一年 我遇到了一些很多 不平凡的事情 然后在这一年 我也得到了他们很多的 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 对我们家也有一些 重要的意义吧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一对 结婚15年的老夫妻 请关注我们 一键三连 哈哈哈